美国山水的四位灵魂人物 第六章 走向高山 第五部分 七月十四日 山风徐徐 入眠时死一般沉寂 而醒来时 一切玄机生机勃勃 清晨 先是平静无比 光线微黄发紫 渐渐金光灿灿 万物金边闪耀 我们用了一两个小时 来到优胜美地溪 优胜美地所有瀑布 最壮观的溪流之源 溪水与摩浪小径交汇的地点 宽约四十英尺 平均深度约四英尺 每小时水流速度三英里 从此地至优胜美地 崖壁及断崖 只有两英里 溪骨平静 美丽 几乎静止 水流悄然滑动 气宇非凡 溪边密布着 弦细的两真松 一排柳树 紫色绣线菊 沙草 橱菊 百合 以及楼斗菜 有些沙草和柳树 探进水中 岸边树葱 外侧有一片金黄的沙滩 好似被远古的水患 冲刷沉积到这里 此地到处是无数株 红色百金花 麦角草 和芒包柳 花比叶子更加繁盛 长势匀称 还夹杂着一团团 花环般散状马齿线 这条花带的后面 有一块尖实平滑的 向上倾斜的花钢盐 冰一般的平滑 在阳光下 闪耀的如玻璃一般 水浅处 有几片树葱 大多是两真葱 因土壤极薄 而长得歪歪扭扭 另有几株矮粗的刺白 树皮是亮亮的 肉桂色 灰灰的叶面 单株而立 在向阳的地点 没有火烧的危险 根部紧紧抓住 岩石缝隙 这种树 是登山者的好帮手 无论是阳光 亦或是风雪 刺白顽强向生 恐怕能存活上千年 在盆地的顶部 我看到一处处 圆盖体 从海浪般的山脊升起 美丽的 像坐坐城堡 银冷沙 呈现出黑黑的条条块块 标志着那里有肥沃的沉积土 真有好好花时间 对他们做一番研究 在这一范围明确的盆地 逗留时间是多么意义宏大的探究之旅啊 冰川的提刻和雕塑 看起来多么奇妙 能为钻研者提供宝贵的成果 面对伟岸 华光照耀的高山 我激动的浑身颤抖 我只能像幼童一样 仰望赞叹 在这里 摘一朵百合 那里掐一片花瓣 即兮有朝一日 仔细钻眼 羊瓜和牧羊犬 为了让羊群跨过溪流 颇费了一番周折 这是由于没有木桥 因而被迫射过的 第二条宽息 第一条是波尔洞附近 穆斯德河的北叉 人生和狗肺交织成一片 众人驱赶着胆小 而又怕水的羊群 沿着西边艰难行进 不让一只羊掉队 人狗和羊群挤作一团 牧主和羊官轰着羊群往前挤 走在前面的几只羊 被撞倒在地 于是造成有的羊往回转身 碎部沿西边的树林 逃向山沿四处散开 牧羊犬帮忙再次将逃跑的羊 追赶回来再度涉水 羊群再一次散乱 羊羊群的喊叫和狗肺声 几乎盖过了溪水的流动声音 甚至盖过瀑布的美妙取声 扰乱来自全球各地游人 都在倾听的牧部声响 牧主喊道 把他们摁在那里 摁在那里 前排的羊将会厌烦被打压 然后乖乖地过河的 之后其他的羊全都会一一跳过水去 然而羊群并未这样去做 他们经受不住打压 诚实诚排地折回来 把美丽的西岸踩踏得一塌糊涂 只要有一只羊跳过去 其余的会迅速跟从 可就是找不到一只 能先做示范的羊 一只羊羔被抓住 给抱过小西 拴在对岸的一棵树上 可怜的小羊 咧咧叫着要找妈妈 母羊虽然特别担忧 只是一个劲地招呼小羊回来 这个引诱母羊的亲情牌失败了 我们开始担心 要不要在被逼无奈时 另找一条路绕道赶羊群 从某一条支流涉水 那样的话 要多走好几天 好处是 我能饱饱地观赏 著名的溪流源头 然而 牧主决心一下 必须在此地过河 众人立即砍倒岸边 细细的松树 支撑一个栅栏 宽窄 将将能把羊群挤在一起 牧主觉得 让栅栏占据水的一边 羊群会被挤进水中 几小时之后 围栏做好了 傻傻的羊群被赶进来 挤进水边 牧主 从水泄不通的羊群挤进去 抓了几只吓坏的可怜羊 用力拖它们入水 可是 这些羊偏偏不去过河 反而奋力往回游 重回羊群 之后 又有十几只羊 被推进水中 身材高大的 向支仙鹤和鱼鹰的牧主 赶在羊的身后 抓住一只 企图挣脱的羊 将其拽到对岸 可牧主刚一松手 那支羊跳进水中 游回到 惊吓万分的同伴之中 表现出 无可改变的 万有引力一样的 群羊本性 恐怕 创造风笛的潘 也不会有更好的运气 我们此时 全都不知所措 看来 傻羊们 即使死掉 也不愿涉水 大家紧急开会 浑身湿透的牧主宣布 饥饿法 是唯一可适的一招 我们就地速赢 让受困的羊群 挨饿受动 直到想明白 自己的出路 被晒在一边 几分钟之后 在头阵的 一只胆大的羊 跳进水里 勇敢地游向对岸 之后 忽然之间 所有的羊 呼呼啦啦 一拥而上 相互踩的同伴 进入水中 我们拦也拦不住 牧主 奋身 跃入在水里挣扎 激进淹没的羊群之中 左右驱赶着 每只羊 就像一条 漂浮在水面的木棍 水流 将羊群冲开 很快形成一条弯弯的长裂 羊群 只几分钟时间 全都上了对岸 开始咧咧叫着 拾起草来 好像啥事 都没发生一样 一只未被淹死 真是奇迹 我一直以为 一定会有成百只羊 被水冲入 世上最高的 优胜美地瀑布里 实现一场 浪漫的壮举 这一天 过得好漫长 我们选择的水滩 远处的地点 露营 让湿漉漉的羊群 散开吃草 直到太阳落山 羊毛此时 都已经干了 羊群恢复了平静 只能听到羊咀嚼的声音 一场水中的战斗 踪迹顿消 我见识过 从水中烘鱼出来 不用费赶羊入水那般力气 羊的头脑 一定是奔得出奇的材料 所制成的 今天的一幕 与陆平静的游泳度过 宽阔湍急的河流相比 差距好大 鹿能从一个岛屿游到另一个岛屿 还能在大海和湖泊中游泳 狗也有同样的斑铃 甚至松鼠 都能凭借木片 跨过密西西比河 尾巴翘得像风帆一样 在微风中飘荡 一只绵羊 很难被称之为动物 一大群羊都凑在一起 也好不过一只傻羊的头脑 两个人 终于权用风帆一样 转向外双方屿游泳